我们来问一下黄游福老师 什么生肖命格的人 在蜀年的时候可以痞疾泰来 十二生肖它风水是轮流转的 那么在新的一年跟旧的一年 有些会变越来越好 有的可能会一样 可能有的会变更不好也说不定 我们现在列出这三种是痞疾泰来 就是说在原来的猪年 现在还在猪年 猪年可能普普通通或者不是很好 但是一换到老蜀年来 2020年来运气整个痞疾泰来的 我把它列出三个生肖 首先第一个生肖 直接是名利双收痞疾泰来 就是说新的一年得名又得利 表示事业工作前财务工人都很成功 好 这是什么生肖呢 这是属蛇的朋友 蛇 新的一年来非常的好 原因在哪里呢 马上精神都来了 依照十二太岁法它是这样子的 旧的一年2019年猪年 它是得到碎破跟大号 这个大号一看就知道 可能是钱财方面 或者各方面比较不如意 可是新的2020年来 它有隆德又有紫围来拱照 或来保护 你想一想 是不是可以名利双收呢 所以可以得到十二年是 在新的一年是最好的一个生肖 好 其实第二个 其实第一第二都是最好 实在很难分第一第二 但是第二我们把它说成 升官花财还是一样 谷底翻身 也就是旧的一年 也许不止吗 如意 我们新的一年 这是属兔的朋友 兔 为什么属兔的朋友呢 因为在旧的一年 他得到百虎天煞 一看百虎天煞 可能他有意外之灾 意外之灾不一定是指身体 也包括财富或其他各方面 你有意外之灾 但是新的一年 2021年蜀年来的时候 他有福德跟天德的保佑跟降临 那在各方面的事情 你就一切就顺利 尤其又是升官又是花财 事业财富两得意 好 最后还有第三名 我们只能取三名 没有办法取到十二名 取到第三名 福德临门 又有福又有德 还有福禄 因为雨过天晴 一直形容过去 旧的一年不怎么样 新的一年不错 这是千玉一样 属牛的生肖 为什么是属牛的生肖呢 我们看一下旧的一年 旧的一年猪年 它是天狗跟吊客 天狗也就是说是各种方面不顺利 我们当中天狗吃月 天狗吃月 也是表示阴阳颠倒 什么事情都不是很顺利 但是新的一年又六合又天宜 你再来还 就是好的贵人来还到你 真的 唱片大卖又办婚礼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什么 这么多月又爆很掉 没关系 有福有路都会到 在新的一年 好 那这三个生肖呢 新的一年请好好把握机会 好运就来了 谢谢大家